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欢迎大家回到Barnie's Talk 把你播起来 那上一集的上周的部分呢 大凯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到家的一些思想 然后还有他们也分享了一些生活上大家常见的名字跟小peeple 那希望大家之后都可以多关照自己的身体 然后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 那在这一节部分呢 我们就会请大凯老师跟易老师来分享一下 说他们如何创立这个以推广道家思想为中心的一个品牌 因为像这样子的一个品牌我想相对来以台湾来讲是非常少见的 那我觉得这边也可以问一下两位说 就是推广这个道家思想的生活美学 那在推广过程中有没有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那任何的困难都可以比如说可能创立的困难 或者是说因为当养生跟比如说商业或者是一些business model 合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可能多少都会有一些质疑或者是一些疑问 那我觉得这方面就是两位一路创建以来的一些心路历程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困难当然遇到很多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 我觉得方云脉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我们是先以课程起家的品牌 所以我们是先累积了非常多也认同支持这样想法的人 那在品牌化的过程中 譬如说有很多到家生活上的小东西 譬如说大家如果有关注我们方云一脉的话 会发现大海老师非常喜欢泡澡 就是我每天至少泡澡最少两次 我早上练完工我一定泡澡才出门 然后晚上回家练完工泡澡我才睡觉 对那到家人会随着节气用很多矿物或植物来泡澡 那所以呢我们就想要把这个东西商品化 就是让大家变成水手在家里就很方便使用的东西 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当然遇到了很多这样商品化的困难 因为我们是真的希望把我们真的会用的东西变成一个商品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譬如说成本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曾经找了很多顾问公司 那很多过程公司会给你一个模式 一个公式 就是他说在譬如说你在做电商或做商品 你的卖价必须是成本的几倍 譬如说这样的公式 然后我就发现那如果我造这样的公式 我完全做不出任何到家的商品 因为就是如果真的造这个公式 它会变成一个太贵的商品 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日常使用它这样 那但是后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们终于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就是说我们可能透过这样子课程 或者是自己做品牌的方式 直接面对我们的学员或消费者 然后终于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些非常就是有趣的过程 其实我觉得我们不是只有产品上 就是成本上变成很多想要 我们有找了很多行销或者是公关的顾问 然后他们有试着想要帮我们创建出一个品牌的样貌 可是那时候对阿满讲 其实我们的样子是非常令他们困惑的 也就是说全世界没有任何品牌 他其实在宣达某种哲学的思想 然后最有趣的是所有的商品 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很喜欢每天在用 或是从我教学里面 我为了要告诉学生这个东西 要怎么认这个名字 所以开发出来 就是说我们从一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非常任性的只是为了要教学生更多 或者是我们自己使用 所以他们就整个会一直逼迫我们要被套入其他 比如查品牌或其他养生品牌那个体系里面 所以其实前面几年还蛮辛苦的 就是对于商品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那时候还一直觉得说 那我们就好好把课程做好就好 这些东西就只有学生看得到 我只是在跟学生分享而已 对 对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刚开始很痛苦的过程 超级 因为所有的品牌顾问来跟我们简报的时候 都会说 我觉得你们就是更厉害的什么什么品牌 就是说我们只要变成那个就好啦 可是我觉得我不知道 我是想插个话 我觉得任何一个品牌或是商家 听到这样的比喻应该都会生气 就是我不想要当那个谁 但是我觉得很多的品牌可能比如说他是把 有很多的应该说品牌比如说茶这件事情 他可能对茶并没有专业 他只是觉得茶是现在可以贩售的一个好的商品 所以这些人提出这些建议的时候 他们就会欣然的接受 但问题是因为其实我们的商品是本来就是我们的孩子 他就是我们平常日常所用的 然后 所以他有没有品牌的话一开始就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觉得算了既然那么困难 然后他们也那么搞得人家顾问也很痛苦 然后我也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把我当成某个品牌操作 然后我们就好像就不是我们了 所以我们就一直都先割爱 商品的部分一直都割爱那边 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刚开始 在商企访问前我们跟Barnie聊天 就说我觉得Barnie的仿刚做得非常完整 后来你发现是从我们做的数位足迹 哇那至少给我们一个安慰 就是有累积到一些东西这样 Barnie这部分真的让我蛮讶异 包括我今天要前来的时候 就是 因为相信其实这些品牌 在过去好几年的时候 我们接触很多人 或者是某些记者 他可能要有一些养生的访谈也好 或者茶道或香道访谈也好 其实都没有人做你那么 没有人像你做那么多功课 所以我才会刚刚才想问你说 你从哪里知道那么多的 那如果你是从网站上面的资讯 知道那么多 那代表 欸我们做的好像有点累积 对 然后再当然因为你真的很认真 我觉得录完这一集后 我要把Podcast收一收 我要改去当品牌顾问公司了 可以可以 非常有潜力 马上去注册一个 做得很好的 对 了解了解 嗯 不过我觉得 呃 就是其实这样一路走来 我觉得也是像是 怎么讲 有点像熟客的经济吧 其实我觉得现在其实不管是在经营自媒体 或是社群 大家很流行一个概念叫做 一千名铁粉 就是说 你去经营你那家忠实的一千名铁粉 然后他们自然 如果他们喜欢你的理念跟你的 课程或是你的商品 或是其他等等的东西 他如果认同的话 他第一个会 嗯 很 很忠诚的追随你 那第二个他也会帮你去做传播 对那现在传播所带的效益 那反而倒是其次的 就是我们的核心还是去顾好这一些 不管是忠实的会员 或是这一些 呃铁粉 对我觉得这个算是 嗯 借由方圆一脉的一例子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 所以后来比较 后来这几年就比较幸运的 有遇到了一些 比如说帮我们投广告公司这些的 他们就很愿意 跟我们一起讨论 就是画面或是什么样的 真心感谢这些朋友们 对 的存在 对 因为呃 就是后来我们合作的 包括不管是品牌公司这些 欸我发现慢慢的 他们可能真的也 比较知道或认同 方圆一脉这十几年来做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哦 终于提出的建议 我再是想把我们变成谁 这样 嗯 我觉得其实我那时候在做资料的时候 呃包括说聊到说方圆一脉 现在的创立跟大海老师的一些 比如说小时候接触到 可能道家的一些经历啊 啊像是他 大海老师小时候可能是身体不好 然后后来有去 呃去 呃接下中医 然后开始去 呃跟道家有解下这个不解之缘 那我比较好奇是说 好像易莹老师的部分 这一块好像就比较少看到说 就是您这边是怎么开始去 接触到 呃道家相关的事 就是以前我们是一起量公的 是 我们最后一个师傅 同样的师傅 那只是说呢 因为我是身为女生 所以我在师门里面呢 都是担任那个 在老师旁边泡茶的那个 女孩子 当然因为这种是泡茶的过程里面 他就你会得到很多的 更多的讯息嘛 那老师很凶啊 所以师兄们都是很怕老师的 对 然后可是一方面也是 因为我自己对于 生活上的美感这件事情 我自己很在意 所以我后来做了很多的事情 是去转眼茶道跟香道这件事情 因为我认为 因为练功其实是一件非常孤独的事情 不管是练拳或练功 他都很孤独 可是茶道跟跟香道 或者是像气道这种东西 同样都是在 从外耳内里在追求 自我心灵的这个部分 或者是 呃觉醒的这个部分 只是方式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至少你练茶的时候 你会 你会有机会 嗯 茶可能会有人 对 然后你可以比较 你不会觉得那么孤单 虽然到最后 你练到最后 你会有一刻觉得自己很孤单 会 一定还是会这样 但是至少一开始 踏进来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同伴 对 然后再来 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些 呃嗅觉跟味觉的东西 本来就非常喜欢 所以 后来就完全是在 来做这方面的教学 对 我觉得我会很好奇 就是说因为 呃大海老师跟易奕老师 算是 呃同门的师兄师妹 那那是怎么进入到 这个师门之内 嗯 呃就是 呃 当然就是因为 在这个追求到家的过程之中 你会开始 呃很热切的 想要寻师访友 就是就想 想要找到一个 可以 呃给你生命答案 的一个老师 或者是流派 这样子 那就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一直都是一起追寻的 这样 对 而且那时候我们已经交往了 所以 因为我们是高中就交往了 对 哇 那 对 算是爱情长跑 对 对 所以就会只是很想知道说 其实对方很沉 沉迷的是什么 或者是如果我在很 执着于相当这件事情的 追求的时候 他也会很 很想知道我在沉迷什么 然后就互相这样 所以就变成对彼此的专业都很了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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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所以等于是 嗯 是人生上的伙伴 然后但你同时也是事业上的伙伴 是啊 是 我们一直都是 嗯 嗯 了解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 呃 方圆一脉跟道家的生活 然后大海老师在上一集有跟我们分享说 其实现代人大多数都是处于一个 比较泄气的状态 嗯 对就是 比如说身体状况疲劳啊 或者是说啊 你可能睡眠不充足或者是不太好 那我觉得 因为其实方圆一脉想要主打就是说 嗯 如何把古道家的一些思想融入到现代的生活嘛 那其实可是现代人在都会生活中其实常常会 嗯 比如说像是夜生活啊 或者是 嗯 其实我觉得不只像是七八一年代那个台湾 前烟角木的时候 就现在也是有现在的都会娱乐 只是可能也有点不太一样 那现代人怎么样在这种都会生活跟道家所提倡这种 嗯 性命双修 就是爱护身心灵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嗯 我觉得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道家并没有反对夜生活 对 道家反对的是你无限制的把你的注意力往外放而不拿回来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的重点其实钥匙就在我们自己身上 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的身体积聚能量 然后触发更好的生命太阳 所以他回到了最原始我们上一期讨论的问题 就是你终究要有一个方式帮助你把你的注意力内敛回 你自己的灵魂里面 让你的生命让你的能量呈现一个机具而不是发散的状态 那只要在这个状态里其实这个外在的太阳都不是重点 无论是你喜欢夜生活不喜欢夜生活 无论是你养生或不喜欢养生 其实这都不会是从外在来决定你是不是一个真正处在能量积聚的状态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像譬如说我有时候会到一些养生团体去演讲养生 好那譬如前几年非常流行吃有机食品 那我就发现我在这些团体里面呢 就是发现了常常发现某一类人 所以我常常会开玩笑说一个笑话 我就是去这些养生团体就是演讲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讲说 大家身边有没有一种人 就是他永远就是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 然后要吃一定要吃有机的 然后他身体最烂 然后通常就大家都疯狂的笑这样 就发现其实都是很多这种人 那这我觉得这也是在练习到家的养生术里面 一个一定要走过去的关卡 就是刚开始你一定会需要一些规则 告诉你在什么时候需要多吃一点什么 少吃一点什么 但是当这一些规则过了之后 你一定要知道 其实他跟你的所有的身心状态 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当如果你吃每一口有机食物的时候 你是因为觉得有机的食物 它对土地比较友善 它聚集更多善的能量 所以当你吃进去的时候 你得到更多善的滋养 这才会是对身体好的 可是如果当你坚持吃有机食物 但是你吃的每一口 是因为你觉得只要食物不有机 它就是有毒的话 其实你就会吃下更多情绪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练习上面 也是现代人遇到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就是当你开始学习这套东西的时候 你绝对不能钻进一个牛角尖里 因为当你钻进一个牛角尖的时候 你会被牛角尖围得团团转 然后遇到一点挫折你就崩溃了 可是其实道家想要追求的生活 恰恰跟这个相反 道家只是希望你在人生这一个路上 随时动态的一直调整自己的生命太阳 让他维持一个既优雅又神器内敛的状态 就很像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但是那个内收跟外放 可能有每个人的比例又不太一样 对 所以你就需要每天关照 譬如说我们如果像我跟Barney 如果我们一起在非常开心的 在酒吧或者是在什么地方 就是唱谈了之后 如果我们都觉得哇那个唱团结束是产生了某一些疲劳 或某一些能量损耗 那在我们接下来的几天 我们就应该会有觉知的让身体休息啊 或者是补充一些好的能量进来 那我觉得这样就会是非常足够的状态了 因为我会这样问是因为说 其实方文一脉的两位主理人 大开老师跟易奕老师 他们除了经营方文一脉以外 他们其实有投资台北市的一间酒吧叫做Punk 那不晓得大家听众有没有去过 那它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它的氛围空间是跟方文一脉很不一样的 就是它是一个speak easy的酒吧 然后进去那整个 我感觉会有点像 怎么讲 有点像夜店的那种氛围嘛 但不是说它的音乐 就是说它整个摆设或格调是比较偏黑色那种 时髦的 对时髦的很像大理石那样的感觉 然后其实一开始并不会把 方文一脉跟酒吧这两件事去做 做连结 对那也会想要了解说当初怎么会想要去参与这样子的 呃经营 这提说要打吗 嗯可以 这真的完全是误打误撞 因为其实是他们整个团队已经差不多的成立好了 对 然后才来找到我 而且重点是找我这中间的牵线这位朋友 他其实也只见过我一次 但是他有我的脸书 然后他觉得我怎么那么 他觉得我怎么那么有趣就是我明明是交叉的 可是我常常脸书上都很废的正在喝酒 然后那时候我很沉迷于葡萄酒 就是红酒 所以他觉得我可能可以有一些给他们一些新的 呃对于酒的跟香道跟茶道之间的想法 所以他们于是他们来找我 然后我觉得里面因为其实在这几年 呃茶道的部分有很多人也很想跟葡萄酒对谈 但实际上这件事情呢 我在跟另外一个葡萄酒老师讨论的时候 我觉得他很难成立 也就是他们完全没有办法配对在一起 他们会互相把味道都洗掉 他们没有办法结婚成为一个更好的状态 怎么说会把味道洗掉 因为通常我们都会用一个pairing的概念 比如说我喝完这个葡萄酒 然后我们去对应一个茶 然后你茶喝下去之后 就是茶把那个葡萄酒洗掉 然后或者是你把茶喝了之后 你再去喝那个葡萄酒 葡萄酒也没有加分 因为葡萄酒也把它盖掉 不管怎么样其实就只是这样 然后虽然很多人有试图做这件事情 但对我来讲 我这样喝那么多我都还是觉得不成立 但是汤很有趣的地方是 因为它是极尾酒 所以它是直接把它调和在一起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呢 从来都没有人把香道入酒 那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做很传统的香道的工作 或者学习这些 所以我有很多的香的材料是可以吃的 然后它烧的时候就不会再有那些调酒是 调酒是很喜欢烟熏味 但他们制造烟熏味的方式就是把它 任何东西拿来燃烧到烧焦 然后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焦味 但是你知道在香道里面焦味不是一个好的味道 然后所以我们才会在有一些作品上面有很多新的连结 而且那时候他们问我要不要加入的时候 我就 我好像也没考虑耶 我没有考虑说不要 然后才15分钟就决定 哦好啊 就是我要投资他 就这样 然后他问我 然后大凯有声问我说 你认识他们吗 我说 不认识 认识 就是联酉这样 他就说 你们是他是做什么 我说 I don't care 但我很喜欢这个 但我很喜欢这个计划 对 对 然后也因为这个计划让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 因为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泡喝一杯的话 你们会喝到 其实我们并不会一直说我们的酒里面有什么茶 虽然它有很多茶 我们也不会一直告诉你它的香气是怎么样 但是它有很多很不一样 而且有个性的香气 这其实正是道家最希望产生的方式 就是我自己在遇到这个团队 而且跟他们合作之前 其实我并不太喝鸡尾酒 因为譬如说因为我们很了解茶 我常常到一些以茶著称的调和地方的鸡尾酒吧去 我发现他这一杯茶 他为了想要让这一杯调酒 他为了想要让你喝出来 他有茶 他就去萃取了一些 譬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色味 他为了让你喝下去知道这有茶 所以他那杯茶有一个很重的色感 可是大家应该也要晓得色并不是茶好的味道 所以竟然就会有一些作品是去表现它不好的味道 那可是这也是源自于他们并对茶的不理解 那我觉得当我们后来投资了庞 然后跟就是有了这个合作关系之后 那我们后来就发现其实是有非常优秀的调酒师 很多非常年轻的调酒师 他其实对味觉他有非常大的追求 只是因为他不了解而已 所以我觉得逸琳老师跟他们合作最精彩的地方 就是他补足了这些非常有天分的调酒师 就是这些原料萃取香气的部分 对 那因为逸琳老师的香道一直都是讲求他只要用天然的东西 逸琳老师合的香并不用任何 包括像不管是天然的香精精油 他都没有使用 他都是用传统的香药去合成我们药的味道 然后制成香 对 对 然后因为就是调和 其实调和是需要要具备某种美感 他就像配一个香水这样 然后我只是觉得在香道可以再用这种很现代的方式 在一个酒吧里面诠释他很酷 但我们不用一直强调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是用一个很都会的风貌 很时髦的样子让你去感觉他 但我们不会强调他 因为我们还是觉得所有东西就是平衡 你如果常常去 其实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个香味是 其实你有时候你有被暗示的 只是你没有 你可能没有马上察觉那是什么 对 所以其实汤里面有他自己的主要的香味 就空间上的 其实是都有 是有焚香的 对 我自己是觉得这里面很好玩啊 非常好玩 有空欢迎大家来 然后再来是因为 我也因为汤的关系了 所以去了解更多鸡 去更了解鸡尾酒 然后像以前我们都不喝 Cocktail就是因为就会头痛 嗯 但我后来发现他是跟调酒的历史 跟烈酒的历史 调酒历史有关系 因为他就是一开始是因为酒的 对品质不是这么的好 对所以他们就加了苦加了甜 就是发展这样的东西 然后呃所以 可是因为那种酒喝了就头会痛啊 所以汤的鸡酒用的都是好的 所以他就比较他就不会痛 所以我后来也还是不继续 不习惯在别人那边喝 对 嗯 可是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 转折 虽然我只花了几分钟的决定了 但是我真的觉得是很棒的转折 是啊 是啊 而且后续在一些合作上 可能也会呃带进一些人脉的networking 是当然啊 像很多学生可能他们不喝酒 可是他们听到老师 有一个酒吧的时候 也就是有投资一个酒吧的时候 他们就全部都会跑去喝 虽然他看起来很神秘 跟这里真的很不一样 对 然后连入口都没有 按个消防栓那个 对对对 可是只要有茶的东西 或者有香的东西 他们就都会想要试试看 因为他们学茶学到一个程度了 他们也很想知道 就是他更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 也不是很特别严肃的人 所以他们也会很想知道 这个带入这阵生活里面 他们会有新的体验 就茶生活里面有新的体验 就在酒里面产生 就是这样 嗯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这个茶酒的东西 一直都是有在进步的 包括说 比如说像大海老师 刚刚提到的一些社会 其实我觉得最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多数要做这种茶酒浸泡的时候 嗯 很多的 嗯 不管是网上的教学 还是说一些 嗯 一些分享 可能会说你尽量比如说用茶包 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好的 很碎形的茶 对对对 因为它会更好的去 出味道 或者是说让这味道更明显 可是我也觉得说这整个 嗯 思维或者说整个大家对于 嗅觉或者是味觉的敏锐度 有慢慢在做提升 对 不需要再 再用这种很基本 很就是很阳春的方式去 我觉得他们就是用很 我觉得大部分调酒师 都是用很暴力的方式 来堆在萃取茶叶这件事情 对 其实对我来讲 茶饮店都是用很暴力的方式 来萃取 因为它要去做后面的调和 哪怕不是四五九斤的饮料 其实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而且因为其实这么做的话 对呃对于宣传就是去 呃就是去推展茶文化这件事情 或茶生活这件事情 并没有任何的注意 嗯嗯 对啊 其实还蛮可惜的 嗯 或许会是我们的下一件事情 我想也许 嗯嗯 可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呃 刚刚大海老师有跟我们分享说 其实方案一脉呃 的课程 其实就像依颖老师负责的 茶道香道 也是非常受学生的欢迎 那刚刚依颖老师跟我们分享了 就是说呃以茶入酒的 一些生活化的一些呃 举例 包括说他投资的酒吧香 那我觉得 我其实也会想要问问看说 应老师对于香道的这一块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香道 其实是从中国开始有这个东西 但是后来就是到日本开始 呃陆续续开始发展广大 然后有各自的流派 那我想了解说 应老师怎么样把这样的东西 去做呃 古今的融合 或者说呃 你在推广的香道课程 跟其他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 香道课程 有没有什么呃 你比较有特色 或者是你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不管是茶道或香道 都是本来就都是从中国 对 就算是我们现在喝的红茶 还是从中国开始 然后只是说我觉得香道更有趣 它是在更远古的时候 它本来就不约而同的 在世界的各个地方产生 所以有很多宗教也都有 比较广义的香道发生 那我想巴尼在这边想问的是 有仪式的定调的这个香道 对 就是宋朝的这种香道 我们在很多的宋朝剧里面 会看到的这些动作 那确实也 也的确是在那个时候呢 不管是茶道或香道 都是在最流行的状态 也就是说其实宋朝人喝茶 就是现在日本人喝茶的方式 是打茶粉 只是我们那时候不是打抹茶 那这个东西呢 因为佛教的交流的关系 所以日本人就把这两个东西 跟物件都带过去 然后用了他们的民族的方式 然后把它定调成 某种从仪式出发的状态 但是在我自己的课程里面 也就是说日本人 他们把香道跟茶道这件事情 是先用仪式框架 就你一直不断练习这个东西 但是在我自己的茶道跟香道课里面 我并没有这么做 虽然我会有一个 看起来像是仪式的东西 但其实对我来讲 它只是一些步骤 这些步骤是为了要让我后面的课程 可以继续进行 因为我要把我每一堂课的课刚好讲完 然后总要有学生轮流上场泡茶 所以他们必须要知道这些 仪式 那我也会解释这些仪式是什么 但我不会非常严格的 要他们把每个动作都做到非常精准 因为我很怕他们手会抖 你知道不管是品香 煎香或泡茶 你只要会紧张 你只要手会抖 你只要不自信 那个荼毒都是全班同学包括我本人 就是你的香味很难闻 你的茶又很难喝 包括你身体状况不好 其实你那一天泡茶都会非常糟糕 对可是就是所以在香道里面其实不管是茶道或香道 我跟别人最大的不同 就是因为我还是从 我确实在课刚上面 课刚上面初接班都是从比较有趣的方式出发 比如说我可能是讲了一个故事 然后讲了一个它跟历史原流有关系 然后照着那个历史原流 在这堂课编排那个会发生的教案 是这样子 然后其实到最后他们要进入到某种被训练的仪式的里面的时候 其实是我办香会或我办茶会 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就不再是泡茶给自己同学喝了 他必须要泡茶给陌生人喝 然后再或者是要品点香给陌生人喝 哇那时候是大家会非常紧张 而且每天下班就是要来练茶 然后这个过程有一点有趣 就是因为我办茶会的时候 我从来不会告诉他们剧本 他们其实就反复一直做一样的动作 然后每天都是练一样一样一样的事情 然后到茶会发生的前一天 他们才会知道自己坐在哪里 然后整个流程是什么 都是要到当天 他们才会知道其实他们在练习这些动作是在干嘛 然后过程里面会有些有趣的地方 他们会觉得 原来其实我泡茶好不好喝也不只是我自己身心灵状况好不好 跟他的客人也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客人状态不好 他的茶也会变得很难喝 而且就是明明都泡一样的茶 可是每一场客人不一样的时候 那个茶状况就是会有些许的不一样 所以只能靠着就是这个部分让他们了解 那当然所以我才说茶到人想到有比较多可以玩的东西 他就没有那么孤独 但是最终他们会在这里面找到很多除了生活品味 跟生活享乐的方式之外 他们也会得到很多就原来其实我有这个感觉 其实我今天这个茶这个香砸了 我以为我很专心 可是其实我没有 他们要去想办法检视自己 到底发生什么状况 或比如说让自己更规律 这是我平常上个我不会要求的 但是就是可能茶会之前我会要求 你要更规律的生活 你要更专心 然后你要你不能情绪化 就是得要做到这样子 所以等于也是有点类似透过茶会这样的外在的仪式 去训练自己的一些内心的一些状况的水平这样子 对而且他们势必会自己观察到 因为他们常常自己会问我这些问题 因为他们一定是在每天自己在家泡茶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状况 他们会发现他们茶也不对劲 香也不对劲 对 然后他们会问我我才会回答 因为平常我上课的时候是禁食同学 讲很玄的事情 包括不准喝的这个茶跟我说 这个气到哪里干嘛干嘛 我会觉得气功大师在旁边里 像打卡车跟我说他根本就是整个人也没什么气 然后在讲茶气 我就说对所以就是禁食同学讲这个 禁食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不希望同学有得失心或比较的心情 就是你觉得气到哪里 可是你隔壁同学 他没感觉这个东西啊 他可能就哦所以就是 怎么办我一定不是适合泡茶的人 没有啊 从来都不是这样 对多少会有这种攀比的压力 比如说可能去参加一些 比如说威士介瓶酒会 可能就会有这个有真果的味道 然后什么有吗 然后赶快附和上 对对对 有热带水果的味道 没错 对没错就是会这样 那我上课的时候是 不准同学讲这些 我可以讲 但是我讲的时候是要告诉他们 我们茶人就是 专业在讲这个香味的时候是什么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同学 你应该用你的方式去笔记这个香气 而不是然后在那个香气的笔记后面写说 老师说这个香味是什么 因为我我们的回忆是不一样的 我们对于气味的这种很细微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在笔记上面这样记 然后这样才要看得懂其他的茶书在描述什么 因为我已经讲了茶书会描述这个是什么 哪怕你不觉得那个是这个 可是你要知道你的等号花在哪里 对 所以这音音老师的课程比较像是说 用概念的方式去让大家理解 比较不会像其他的一些课程 他可能会强调说他是师承什么派 然后他会用固定的流派 我因为其实查到 我自己出来当教学的时候 我就有跟伙伴们讲过 就是我没有想要特别强调 我是什么流派或什么的 因为实际上我有太多太多老师了 然后呢 所以我其实我自己出来在编排这些课程的时候 我真的心里面是因为我一心想成为 其实我这辈子很想只有遇到一个像我一样的老师 我就不用一直去找这个老师 因为每个老师他专进的都只有一个东西 或者是他只有很执着的只喝一种茶 但我觉得那很可惜 对啊 因为你出国的时候你会看到别种茶 对啊 所以我大部分是用广泛的方式告诉大家 就是给介绍给同学 你可以决定你现在喜欢 因为你未来可能 你现在可能不喜欢 可是你未来可能会喜欢 我最常遇到这种同学了 他说我最讨厌高山茶 嗯嗯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都会笑一下 就是慷慨上课的时候 但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是没有喝到 他喜欢的高山茶 因为高山茶是一个很大的范畴 所以他们迟早会改观的 我觉得就是用开放的心去 我还是希望同学就是在上课的时候不要有自我受限的部分 尽量用很开放的心情去吃吃看 喝喝看 你可能觉得你不喜欢 因为你有可能 只是因为你很不幸的第一次接触到他的时候是喝到很难喝的 对 嗯 所以这些的课程不管是茶道香道 他们最终还是从比如说外在的事物 或者是外在的一些训练培养 然后回归到自己内心的修为 对 而且要去除自己的心病 就是这样 嗯 了解 那刚好其实我们在访谈的时候 也是差不多是秋天 然后秋天要进秋冬的季节 然后也想要问问看两位老师说 在这个秋冬的季节里面 有没有什么养生的一些方式或者是叮咛可以给听众们分享的 嗯 就是接下来就是所有听众朋友就要进入秋冬了 对 那回归到我们刚刚一直在讲道家最擅长的方式就是观察大我与小我的关系 好 那其实宇宙中四季的规律就像是我们观察植物一样 就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所以我们的契机呢 宇宙影响我们的契机就是这样子 所以接下来准备进入秋冬呢 就是要进入收藏的季节 所以这两个季节是非常重要的 那通常在秋天 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上个礼拜的白鹿其实非常热 因为台风快要来了 天气还非常非常的热 那秋天又遇到天气热的时候 其实身体的燥的不舒服 会比平常更明显 所以上个礼拜非常多人睡不好 他觉得很燥热 然后身体觉得某一些部分开始出现干燥 你的指甲边缘啊 你的皮肤状况都开始出现更不舒服的状态 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呢 特别需要吃一些滋养性质的东西 譬如说白木耳 譬如说我非常推荐百合 那以前百合很贵 因为保存技术不好 那所以以前百合很贵 可是因为现在有风干机 所以现在很容易在有机店 或者是某一些商店里买到罐装的百合 干燥的 他对身体都非常非常的滋润 所以当你身体觉得燥的时候 尤其在秋天 千万不要反过来去选择吃一些很凉的东西 因为它只会让你的口腔温度感觉比较清爽 可是身体反而会更燥 因为其实你的身体在接触到这些性质含凉的东西的时候 它的反射其实是会把你的温度拉高 如果你用热显相仪去观察你的身体 每当你灌进大量的冰的东西的时候 真正降温的只有你的口腔和食道 可是你的皮肤会马上升温 因为你的身体会接触到 它可能需要平衡一个外来的冷的东西 那这样的释放能量的过程 就让你变得比较疲劳 所以秋天我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多吃一些温和性的滋养的东西 刚刚讲的白木耳啊黑木耳啊百合啊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这样大家可以趁机多吃一下 那在行为上或者是说 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去避免 或者是去做的事情 有 秋天啊或许大家都有一点感觉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秋天是一个 非常容易影响情绪的季节 它会让你变得很低落 所以秋天也是非常多躁欲或忧郁发生的季节 所以在行为上呢 秋天我们如果刚刚可以多吃这样的东西 首先其实有一个非常棒的效果 就会它会平衡你的身心状态 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有很规律的 开始在进入秋冬前 开始吃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身体情绪不管是躁或郁的状况都会平稳很多 那这是秋天就是最要注意的状况 也就是到家的人在秋冬这种特别容易情绪起伏的季节 我们会微微更用一点点关注力去让我们的情绪 维持它原来的大小 而不刻意去放大某一些失落或者是伤心难过 甚至是生气的情绪 这都是在行为上我们可以注意的 等于也是一样去透过可能增强内观自己的一些情绪 来避免这一些自然上可能会有的一些波动 情绪波动 对因为其实这些波动都是因为宇宙大宇宙的形体运转 给我们小我影响的状况 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这个规律 我们就可以及早准备 那冬天的部分呢 如果是我们刚刚讲的秋天 那冬天比如说要长的时候有没有特别 其实要长的最快速的我常常说睡觉最补 所以其实冬天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就是微微增加一点点睡觉时间 我甚至建议可以增加90分钟 就是一个快速动员气这样 因为每90分钟的睡眠 它是很棒的一个补充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冬天的时候 微微的增加睡眠强度 你会发现你在春天以后 你的身体会非常有朝气一段时间 就像是我们对待植物 如果它在需要施肥的时候 你恰当的施肥 它在接下来生长的时候 它就长得特别好 那这也是道家一个很棒的触发的太阳 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身体受损的地方 其实每一年都有一个重新被施肥 而且生长的机会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休息 对 所以譬如说我很喜欢泡澡嘛 那大家晓得其实在冬天大家都喜欢泡汤 可是其实在道家的养生学里面 如果你真的会养生你会知道 冬天当然非常适合泡汤 但是其实冬天泡汤的太阳跟春夏泡汤就不一样 冬天泡汤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出汗 因为如果你在冬天这个需要休息养藏的季节 你大量的出汗 其实休息的程度是被减退的 所以冬天的泡澡就要以增加循环和温暖四肢 增加你的基础体温为目标 然后当你觉得快要流汗的时候 你就差不多改起来了 所以其实约墨就是十分钟以内的事情 那反而是到了春夏 如果你仍然喜欢泡澡跟我一样的话 春夏就非常适合把汗流出来 对所以这就是像这种小地方 就是道家这一个我所谓的一以贯之的逻辑 它会指导你对于你这些喜欢的事情 在四季该做的程度 它要做到什么程度 只能说自然跟人体真的是很奇妙 对它在道家来说就是一体的 好那希望这些秋冬的小知识 对大家有有所帮助 然后其实讲的都是一些 相对来讲大家容易做到 应该说容易知晓 但是不见得能做到的事情 其实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 在今年冬天的时候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试着用一些 我们这十几年的教学经验 所累积的道家懒人练功法 譬如说你这个冬天你非常规律的 每天用安全的暖暖包 热敷在你的丹田 也就是肚脐下方的地方 或者是你的肚脐正后方 是一个道家非常有名的穴道 叫做命门穴 就是生命之门 你用暖暖包很规律的热敷它 或者是我更推荐 你可以用吹风机或热风机 那现在有很多很小型很可爱的陶瓷热风机 它会吹出热风 你每天用这个热风 温暖你的命门或丹田 你只要选一个地方就好 一个礼拜三到四次 然后每次二十到三十分钟 你这个冬天如果有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每次建议大家这样做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前一两天大家觉得很麻烦 因为它需要搬一个热风机对着穴道吹 可是通常你只要 我都常常说你只要自己有吹三天 你接下来你就会每天吹 因为你会发现你的精神会变得很好 你的睡眠程度会变得很深 甚至你一段时间之后 你甚至会发现你不这么怕冷 或者是比较不会感冒了 因为其实这些穴道都在道家练功的 这个系统性练功的途径上 只是我们现在因为有热风机这个方便的东西 我们可以给这些地方一个更温暖的帮助 所以我也可以建议大家今年冬天 你可以试着单一规律的做这件事情 你就会发现这个冬天和明年的春天 你的身体会有马上不一样的变化 那这个时间大概要抓多久呢 就是我说每天大概二十到三十分钟 二十到三十分钟 对就够了 了解就是养成一个规律的习惯 对就是我常常讲这是懒人练功法 嗯 我其实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有发现大海老师有一个蛮有趣的 一个小趣事 就是他曾经在以前的时候 有参与过一个 呃算是乐透 乐透采券的一个广告 就是那个小铃嫁给我 就是大概老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小故事 是呃就是那个小铃嫁给我那个广告是第一期的大乐透 那我是他的代言人 这样子 对 那那个时候呢 其实是已经是我的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 但是那时候其实也已经创业了 那时候已经开始进行道家的教学 这样 那呃 呃 源起是因为呢 那时候的这个导演发现我和依林竟然是一个从高中就交往到大学快要毕业的一对情侣 那他觉得对于现代素食爱情的人来说这是很少见的 所以他就想要就是把这个故事刚好跟那个广告结合这样子 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拍了小铃嫁给我的那个广告 那当然其实在我心中也是真的对依林求婚这样子 对 但是更新一下我们去年结婚咯 对 所以我们爱情长保了23年终于结婚了 那依林老师对于说当时的那个乐透的求婚 然后到呃到去年才兑现有什么想法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很小 大学都还没有毕业嘛 所以当然就记者都会直接跑到学校去 然后他也会跑到就是我爸妈台中家里面 然后去问他们这个部分 可是长辈的当然会觉得说我女儿还因为他们是状况外的人 因为其实这个广告一开始并没有说他的广告什么 对 只是所有人都以为 这是一个求婚的一个 对就是有一个人很有钱 对 然后他就是买了各个做广告的那个头版 四大棒的头版 对 还有大楼 还有大楼 对 然后只是因为这样 然后后来因为也都一直很忙 因为就算是这个导演 当时也是 呃 他跟我们很熟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也是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很了解 大概想要落实道家哲学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常常会有聊一些跟养生有关的 可是当然那时候我开始喝红酒也是他害的 这是我的导演 因为他算是我的老板 然后他当时是想要为一个surprise 他其实也是 所以这件事情就一直很神秘 然后一直到那个大楼贴上去的时候 然后三斤费那贴到一半 然后他就无缘故说我们去吃早餐 然后我想说我点都要吃什么早餐 然后我想睡觉 对 然后就硬抓去了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 大概是这样 对 算是一个蛮好的回忆吧我想 因为导演自己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所以他可能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惊喜之类的 对 是一位邓永新导演 那最近他拍了那个白先勇老师的那个纪录片 欢迎大家去看 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玩童鸡的人 对我来说 然后他也非常有趣 所以他确实 邓永新导演 确实影响了我们很多 就是可能后来在事业上的想法 或者是 急去做自己 就是 真的很有兴趣就好好发展这件事情 就是一直往这方面去 也很感谢他 对 所以方圆一脉就产生了 那两位觉得说 就是在经历这么久的爱情藏宝之后 就是 你们觉得说 道家的思想对于说长期的关系 或是婚姻 有没有什么样的启示或注意吗 情绪 嗯 控制情绪 其实我们也没有控制 我们就是看它发生 但我们不要放大它 对 对 因为 道家的教导呢 在关于情绪的部分 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要 如实的还原情绪的大小 那我觉得这在双方的相处 就产生了很大的帮助 因为 就是 每当你如实的还原情绪 其实你会看到情绪背后其实有很多东西 有非常多可能是你的原生家庭啊 给你的某一些影响 那我觉得这 双方 如果在这一点上有共识 就会成为最好的伴侣 因为可能非常多时候是 像亦琳常常帮助我 就是 厘清很多对原生家庭的情绪啊 那我觉得这些在练功或者是 回归自我关照的部分 它都是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常常说它是我的师父 不要这样说 尤其大部分的时候 需要理清情绪的人是我 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要那么 它就很温嘛 可是真的扭起来的时候 你也哪哪也没辙 然后我也可能会很神奇 或我可能会很伤心 但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仔细去想 你并不知道你真正在伤心 或真的在委屈什么 可能不是眼前这个事情 所以我都会跟他说 你现在让我先发完 因为我还没想好为什么 然后就让我全部抱怨完就好了 对 然后等我想好了 我理清完了 我会告诉你 对 或者是其实我可能会知道 我现在就是生理期 我就是身体不舒服 就是在乱生气 我也会直接先讲 我现在要乱生气 因为我真的很不舒服 早上就把药拿出来 先讲 对吧先讲 这个很贴心或很重要吧 就是如果大家可以预警的话 真的 就可以避免很多 你在不高兴 或者那边人家说 小孩子很欢乐的状态 其实我们明明就知道为什么 对 可能你就是不舒服 或你就是很想睡觉 可是你就是 其实你就闭上眼睛睡就好了啊 就是对我来讲 会不会是这样做 我就觉得先告诉他 让他不要 因为我讲了什么东西 让他觉得被刺伤 现在就是这样 然后就不会一直吵下去 因为吵架最怕是令 开辟许多战场出来 其实到最后 都不在吵那个源头的事情 对啊 所以我们很少吵架 嗯 因为吵架很浪费能量 真的很 对 吵架超级费力 伤心也很 也很耗费能量 因为整个人变得很虚弱 对啊 对啊 等于就是要保守自己的能量 这样 不要 对 呃 不要很 不要随便浪费在别人心上 哈哈哈 或是不值得的事情这样 对啊 好好的关照情绪 就会很棒的活着 嗯 好 我们今天谢谢方王一脉的大凯老师 还有依音老师 跟我们 谢谢方王一脉 分享了他们对于道家的思想 还有 呃 落地的实践 以及方王一脉建立的故事 然后最后他们也分享了呃 道家对于他们的关系的一些注意跟呃 一些feedback 那就是最后祝福各位听众都可以呃 成为一个保守自己内心 然后呃 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的人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或是你想要听更多关于生活风格的内容分享的话 都记得每周三晚上七点 请准时收听Barni's Talk 把你播起来 然后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IG Barni's Talk 然后 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到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 那我会很感谢你的 好 那我们就下周三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